她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维也让金色大厅指挥台的女星 她被主帝们讨厅成为以生自然的指挥家 从一个平等的相同教师到世界总监指挥大师 她用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乐坛神话 华人指挥家张伟 我第一次见到的钢琴是一家非常破旧的三角琴 有些声音弹出来它已经不是钢琴声音 坑坑坑的那种技术声音 可是对我来讲它是非常美妙的声音 我非常渴望了去弹它 我家是住在台湾的中西部的一个非常偏远的小乡 我的同学他们的父母大多数是农民或者是英语 对音乐没有什么概念 不知道什么是音乐家 也没有人学乐器 著名指挥家张培玉女志 2005年10年7月 45岁的张培玉 第一次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指挥台 成为了有史以来站在这里的第一位女性指挥家 什么都可以随便 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一到指挥台上可能所有的毛孔都竖起来 完全是靠指挥棒说话 靠我自己的经验说话 靠我自己的音乐性 作为活跃在当今国际乐坛的华人指挥家 张培玉被世界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誉为与生俱来的指挥家 他曾两次获得美国坦克伍德音乐节小泽针儿指挥奖 1997年12月22日 为了表彰张培玉对音乐艺术的贡献 法国巴黎市长亲自向他颁发了红宝石寻章 作为目前瑞士卢塞恩歌剧院首席指挥的张培玉 2005年7月被西安音乐学院聘为终身教授 虽然每年四五十场的演出 让他频繁奔走于欧洲各国 但他仍然会抽出半年的时间 来到西安指教 我们一个一从中间画一个直线 然后稍微向旁边上写一个英文字母的L 一 二 五 六 六 1959年11月26日 祖籍河南的张培玉出生在台湾张化县大城乡 自从做教师的母亲 从小看出他对音乐的痴迷后 学校里那家破钢琴就一直伴随着他的上年时光 16岁那年考入台中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的张培玉 第一次被老师和同学推荐 做了一回班级合唱团的指挥 这个指挥太奇妙了 他好像这个合唱团当时是我的乐器 好像我是双手在钢琴上弹出我所要的音乐 看这里全体 1980年张培玉毕业后 虽然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渔村小学当音乐教师 但是一场音乐会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就在他来到渔村小学不久 享誉世界的维也纳同声合唱团 开始在台湾进行巡回演出 还特别搭车到台中市去听这个音乐会 回来我就喜欢得不得了 那么我就想要成立一个同声合唱团 想要追求那种非常纯美的那种声音 一个月后 用学校唯一的一架破风琴做伴奏 张培玉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 那么那时候我也没有正式学指挥 完全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手势 只要什么手势能够带出我所需要的声音 能够让小孩子非常投入 那么我就发出什么样的手势 然后当我听到发出来的声音 是我要的 是我心里想的那种 只有小孩子才能出来的那种 很纯洁的声音的时候 心里得到非常大的满足 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开始学钢琴的时候 那种听到那种钢琴声音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 张培玉决定带孩子们去参加合唱比赛 随后他的做法和孩子们的模样 让完全没有见过市民的村民们 感到非常吃惊 我特别请校长请来了理发师 为他们剪了一律一样的这个娃娃头 然后做了海军领的这个服装 买了那个半筒白袜子 然后请他们家长一定要买这个黑皮鞋 就打扮的就是有点像维也纳合唱团 儿童合唱团那种感觉 张培玉没有想到 这个第一次走出渔村的同声合唱团 竟然拿到了乡籍比赛的第一名 随后他们居然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获得了台湾中区比赛的总冠军 回乡的时候这个就几里外就是放鞭炮 敲锣打鼓的欢迎我们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的家长会长就是 就是马上就是捐赠了一架钢琴给学校 然后很多音乐界的这个前辈就非常鼓励我 你很适合走这个指挥的路啊 我那时候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动 一个欲望就是好好学指挥 我希望出国去学习 学习完了我再回来学校再教 我到了威纳我简直觉得就是像到了天堂的人 街上到处都是有音乐 有人在那里拉小提琴 或者在那里拉什么手风琴啊 各种乐器 然后觉得好像不是学音乐的人 人都是音乐家那种感觉 1985年6月张培玉进入奥地利威尼纳国立音乐学院指挥专业学习 作为考入这个专业的唯一一位东方女性 她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指挥训练 此外分的爱子201教室是我们上省会主修课的主要教室的 课余时间张培玉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国家歌剧院和维也纳金色大厅 国家歌剧院去买站票听歌剧 再来就是到金色大厅看排练 只要有好的指挥来那些大师我都看过 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说 我太向往了 真的又崇拜他们又向往他们 并且慢慢地我 我感觉到那些大师 我所崇拜的这个大师 那个指挥家 他们指挥出来的音乐 我都能够感受 我都觉得我也可以做到 经过了四年严格的训练之后 张培玉获得了奥地利国家交响乐指挥家 及合唱指挥家的硕士双文评 1989年6月 他站在毕业音乐会的指挥台上 与著名的捷克爱乐乐团合作 指挥了他有生以来的 第一场交响音乐会 感觉太棒了 感觉就是说 我不需要做什么 我心里面的音乐 他们能看得见 他们能够按照我的意图就出来了 这声音非常的棒 毕业音乐会的成功 彻底改变了张培玉 学成回台湾的计划 他决定留在欧洲 真正开始自己的指挥生涯 那时候我觉得 我只要这么努力 而且把我既有的天分 好好发挥出来 我肯定就是面对我的事 应该是一条坦途吧 然而 让张培玉没有料到的是 他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 由于寄出的求职简历 都石沉大海 音信全无 他只能自己闯进歌剧院 去寻求机会 我一去碰到 碰到那个剧院的总监 他就跟我讲 他说张培玉 你是女性 你知道吗 你作为一个女指挥 你要比男指挥 好五倍以上 你才能有机会 我意识到自己 第一个自己是东方人 第二个自己是女性 因为在欧洲这种氛围里面 东方的女性要想闯入 尤其是指挥圈子里面 简直是太难了 那简直是一道非常窄的窄门 你就根本就 可以说是没有你进去的机会 非常的痛苦 因为我可以说 为了在为人家求学 我也放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包括我父亲过世 我都没有能回去 他自己得了绝症 他也没有让家里人打扰我 包括这种亲情上的痛苦 其他的没有我不在乎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音乐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生命 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那时候就是希望 哪怕从最低的角色做起 我都愿意 可是那时候 连这种机会都没有 就在张培玉 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 他偶然见到了 国际著名指挥大师 祖宾梅塔 大师建议他先回台湾 去寻找机会 然而回到台湾后 张培玉虽然名义上 是台北市交响乐团的副指挥 但他发现 自己仍然没有任何 指挥音乐会的机会 他是世界上第一位 登上文艳亮金色大厅 指挥台的女性 他被祖宾梅塔 成为与生俱来的指挥家 从一个平等的乡村讲师 到世界总监指挥大师 他用三十年的时间 创造了乐坛神话 华人指挥家 国际的历史四百三十五年 国教一五七三 看看这代左右的人 也在左右这个时代 别克林荫大道 新的发现 找到新的自己 盛德西新经典男装 直到一年后 台北市二岳乐团 要找一个客座指挥时 才想起了张培玉 而且那场的曲目 非常精彩 有大合唱 有莫扎特的家面弥撒 还有管风琴协奏曲等等 我那时候非常兴奋 那么我就接下来这个邀请 那么当时 因为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南部 那么这个排练要在北部进行 我那时候就 每天下了班以后 我坐飞机 从高雄飞到台北去 那么晚上排练 排完那天我住在台北 第二天一大早再搭飞机 回高雄去 再去上班 每天就这样子 就在聚音乐会演出 只剩下短短的几天时 意外突然发生了 为了赶时间去排练 张培玉不慎失足摔断了腿 冰鼓鼓折 打上石膏 从这个大腿打到脚踝里 整条腿就不能动了 我那时候觉得 怎么是老天 怎么给我这么大的一个磨难 可是那时候要我放弃 这场音乐会的机会 我说什么 我都没有办法同意自己 我那时候就是 我就是心里就是想着 我无论如何 我要只会这场音乐会 哪怕我将来这条腿挂了 我都心甘情愿 那我就剩下一个左腿 能够踏踏实实地着地 这个右脚就只能是斜的在那儿 然后因为是直的 就不能打弯嘛 就是用那个脚趾头大拇指 轻轻点着地 就有一点支撑力 那其实主要重心就在左脚 就怎么样 我指挥了一个多小时 把那场音乐会 很成功地指挥他 虽然这场演出 没有让张培玉 得到一个首席指挥的位置 但是在音乐会上的出色表现 却让他意外地得到了一笔 台湾文件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 1994年 远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歌剧院 继续深造的张培玉 担任了祖宾梅塔的助理指挥 并开始得到机会 站在一些欧洲交响乐团的指挥台上 1995年 用世界妇女大会组委会的邀请 张培玉来到北京 这是他第一次指挥 中国大陆的交响乐团 演奏中国民主交响乐曲 是嘎打梅林跟这个杨歌舞曲 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人 这个对民乐的感觉是天生的 我觉得对我一点没有难度 演出的成功和他受到的 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 点燃了张培玉积蓄已久的热情 我真的是很渴望地 抓住机会地到每个团去拜访 去跟大家合作 此后不久 张培玉陆续接到了 国内很多省市交响乐团的 演出邀请 他开始不停地奔走于祖国各地 在欧洲吃了那么多苦 尝了那么多的闭门羹 就是无路可走 到大陆来接触到 这大陆的音乐界以后 我就有另外一种希望 就是说 我希望这片土地上的音乐 能够提高 能够发展起来 将来能够 我们国家的音乐的水平 能够强大起来 到那个时候 欧洲人就不会看不起我们 我们今天时间还是蛮富裕的 我是想 那你跟他们先连一遍 三目连一次 行不行 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不断 但是现实与他的想象 却有很大的差距 在排练过程中 张培玉产生的困惑 是他从未预料到的 所以我就不放马上 那么我晚上还可以排 你还得保留晚上是吧 对 因为可能这段时间 有点超负荷局 看响子都有点疲劳过度 对对对 前一阵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要求 对 是 经常累撒排练场 或者就是下了排练 下了指挥台掉眼泪 这是我经常跟他说 我说你在外面长大 你对中国的国情 你了解的太少太少 你首先了解国情 像很多团员 十一点半到接小孩 要做饭 你要求他加班排练 他没有办法 我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干事就要 就怎么回事 对 我说你这个确实没错 但是你很难操作 然后因为我不太理解这些 我也不太会说话 就什么地方该照拍子走 什么地方要看指挥 什么地方我等你 这个地方你们不明确 所以有时候也被误解 也认为我好像爱哭 或者是说我脾气很大 我现在要严格批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你这一段 第一段就不说了 这个还行 再来就是 就是说 有时候你不说话就哭了 或者就不讲话就走了 就离开舞台 事实上我是 再说话 我可能就要嚎啕大哭了 因为我心里太难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们都要记啊 不明白要问 后来慢慢走的地方越多 指挥的乐团越多以后 我就慢慢在思考这个事情 好像不是我张培育的意志力 所能扭转的一种局面 慢慢的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艰难 这条道路非常非常的艰难 1999年 在无奈之下 张培育返回欧洲继续打拼 他偶然得到一个消息 瑞士卢塞恩格局院 将招聘首席指挥 虽然机会难得 但是他将要面对的 不仅是严格的考试 还有来自全世界的 最优秀的男性指挥家的竞争 经过几轮残酷的淘汰 凭借绝对的实力 张培育脱颖而出 成为了瑞士卢塞恩格局院 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女性首席指挥 而此时 距离她第一次来到欧洲学习指挥 已经过去了14年 虽然在国外有工作 虽然拿了一份很不错的薪水 但是我觉得那个 我常常觉得那个还是在 替别人做嫁衣的那种感觉 2005年7月 已经跻身世界著名指挥家 行列的张培育 再次回到了祖国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这位飞声国际乐坛的 指挥大师居然去了大西北 当时西安音乐学院 组建了一支 由诗声组成的 以琴湖为主要旋律乐器的 民族交响乐团 在结识张培育之后 他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希望请张培育带领这支民乐队 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演奏交响乐 他们认为张培育完全有能力 训练好这支乐队 首先他第一点 他的理念是交响乐 第二个你他的西方 他一直在学指挥 受过的话你严格地训练 第三个你他有一个好处 他是亚洲人 对中国的历史 对东方这种音乐这种定位 他也比较熟悉 当时对我来讲 我又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严峻的一个任务 琴虎是由二虎改造而成的 一种弦乐器 虽然他的音色 更适合援救交响乐 但张培育将要面对的 第一个称奏 在我们做一个称奏